一、《铁血战士》是由沙恩·布莱克和弗莱德戴克尔编剧《沙恩·布莱克》指导《波伊德·霍布鲁克和奥利维亚·马恩》的电影,《新版铁血战士》即将上映,我们期待的正是,这个蕴藏无穷空间的物种将一怎样一种视角被重新讲述,实在是希望,新版不要仅仅是简单的老调重弹。 《二鬼修女》是由柯林哈迪指导《泰沙宝尼加·鲍尼阿伦斯》的主演的恐怖片,该片是扎魂宇宙的衍生电影,讲述神父伯克巨王罗马调查一桩,神秘的修女死亡安的故事。 修女电影的灵感,1986年由肖恩·康纳利·赫克里斯迪安·斯莱特主演的电影《玫瑰》的名字,和扎魂系列《安娜·贝尔》系列不同的是,修女的故事创作灵感,并非来自真实故事。 三、毒业,致命守护者,是由卢本·弗雷斯彻指导,汤姆哈迪,米歇尔·威廉·莲斯,李兹·埃麦德等主演,影片改编自曼雷漫画,讲述了埃迪佛洛克,受到不明外星物质共生体的入侵与控制,成为一正一邪的法。 英雄的故事,从预告片来看,新版本的毒业并不是本台,而是类似于DC的自杀小队那样一正一邪,以暴至暴的超级英雄,这不仅与漫画相左,也与毒业原先的设定不一样。 四、汉豆特工三是美国环球影业出品的喜剧电影,由大卫科尔导演,罗温·艾金森主演,也许这个系列并不完美或是有些朋友的观影水平,太过阳春白雪曲高和寡,但此刻的我却只想说,看着略现疲态的汉豆,还能再迎评一线耍宝卖场,我感谢生命的恩典,感谢这个带给我也或者曾带给过你们的欢笑的大男孩。 五、神奇动物,格里德沃之罪,是由大卫耶茨指导,埃迪雷德梅恩,凯瑟琳莫特森,约翰尼德普,埃兹纳米勒,丘德洛,艾利森索朵,丹弗格勒等人主演的奇幻冒险电影,本来只是当做普通的预告看一看,但是几处和正传的联系,真的让人太激动。 首先被厄里斯魔镜惊艳到了,真是一不值得期待的作品。 六、无敌破坏王二,大闹互联网是由李奇摩尔,贝尔约翰斯东联合指导,约翰斯伊莱利,萨拉斯沃曼,简林奇,杰赫麦克布瑞尔和塔拉吉批汉森等联盟先生, 是2012年动画电影《无敌破坏王》的续集,看预告片简直是另一款头号玩家,迪士尼秀秀的飞起。 另外,一众公主吐槽,没人听得懂皮克斯来的,的口音也是够了。 七、蜘蛛侠,平行与众,是由Bob Posickate指导。 沙梅克摩尔,列维斯瑞伯尔的主演,看了预告片还是挺好看的,背景华丽流畅,而主角抽筋营造定格动画效果。 真是很有意思的画风,值得期待。 八、欢乐满人间二世尤罗伯马希尔指导,爱尼利布朗特,林曼努尔米兰达,梅利尔斯特里普,白石肖,柯林,费斯联合主演的奇幻歌舞片, 炸裂的幕后制作团队,芝加哥导演,发酵音乐制作人,少年派的编剧,质量很高深的我新的片子值得一看。 九、海王室友恩夫人指导,杰森莫马,爱美白希尔的帕特里克威尔森联合主演,看到预告还是有点小期待的,毕竟是温岛,我觉得加岛肯定是对黑暗风格有什么误解。 黑暗风格不是说画面黑暗就是黑暗风格,其实故事黑暗才是黑暗风格。 虽然我自己也非常喜欢加岛电影,里面特有的画面质感,但他真的不怎么会讲故事。 神,大黄蜂是由塔拉维斯·奈特指导,海利斯坦菲尔德,帕梅拉奥德龙,约翰·塞纳,比特·库伦,小豪尔赫、兰登伯格等主演的动作刻画电影。 大家还记得变形金刚电影里,那个陪着主角们成长的大黄蜂吗? 没错,就是他,那个一次次拯救了人类与世界的大黄蜂。 这次作为独立的主角,跟观众们要见面了,你们期待吗? 2018下半年将映的十部电影,你最期待哪一部? 欢迎留言讨论,谢谢大家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